《CityScape》 今次的展覽叫做CityScape 顧名思義的作品是與城市有關係 我這件作品想記錄一些城市的環境聲音 因為城市的環境聲音是我們每天生活經驗 但經常被我們忽略的一個元素 我將灣仔不同地方不同地點的環境聲音錄下來 用一個Media Player播放出來的時候 它產生了不同的聲波高低起伏的變化 我將這些高低起伏的變化 以一個雕塑的形式去重組出來 所以這個雕塑除了記錄了整個灣仔的環境聲音 另一方面也呼應了灣仔的城市的結構 或者它新舊的建築物 現代化和一些舊的唐樓建築物 交錯組成的一個城市環境 看到現在的作品是分了四組 每一組都有不同的顏色和色系 其實那個顏色是怎樣決定呢 其實是根據我在不同地點錄那個環境聲的時候 那個環境的光線和環境的顏色去重組出來 所以其實主要都是跟我們的視覺經驗有關 越長越高的條狀就會用比較淺或鮮艷的顏色去做 短一點就會用一些深一點的顏色去處理 其實不同的顏色代表了些甚麼呢 譬如紅色那一組就是在灣仔街市的浴蕩裏錄的聲音 所以就拿了一個紅色的感覺 綠色那是灣仔地鐵站的color tone 白色那和灰色其實就是在告示打道錄馬路的聲音 最後那個好像啡色的系列 其實就是茶餐廳裏錄的聲音 所以就拿了一些奶茶感覺的顏色去處理 可能你平時聽完環境的聲音 可能你不會留意到 因為我們好像正如金魚一樣 金魚是不會意識到金魚缸裏面的水 因為它自己本身是生活在裏面的 同樣地我們都不會很留意我們身邊的環境聲音 所以我將它由一個聽覺的形式 或是由聲音的形式轉化為一個視覺的方式 其實這個轉化其實就是提醒觀眾 去留意我們日常生活中每天發生的事 經驗中的事 而不是只是對著我們自己的手提電話 或是對著自己手上的iPhone 或是平板電腦 這次的展覽叫做Citiescape 我這次會展示兩件作品 這兩件作品都跟城市很有關係 城市是代表甚麼呢 其實很多時大部份人都覺得 城市是會用一個實體的建築物 或者是歷史的遺跡去代表 就好像羅馬的鬥秀場 或者是巴黎的鐵壇 說起這些建築物都會代表一個城市 但在藝術範疇裏面 我們又可不可以用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去表達這個城市的image呢 所以這兩件作品 希望通過藝術的表達 可以表現出另一個城市的美學的觀念 當大家去拍攝一些照片 關於這個城市的image的時候 我反而會更加著重城市的庫空間 而庫空間通常是表達在街道裏面 所以我去到城市的各個角落 就拍攝不同天空的圖案 這些圖案都是被一些大廈圍表著的 不同顏色的或者不同圖案的表達 我們會重新去組合 變成一個三圍組合的設計作品 在安裝方法上我們採用了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吊住的方法 即是Suspension 另一個就是坐在透明的圖案上 兩個都希望做一個isolation的效果 即是有一個很detachment的感覺 材料方面有一個就是用鐵線 其實就好像我們城市裏面 很多時候的空地 都用鐵線網來圍住 所以其實我們用了很多時候 大家不多留意的材料 做了藝術的表達 另一個就是用Perspex 一個透明的雅加力膠片 但這個雅加力膠片 我們用了一個螢光式的雅加力膠片 其實這個螢光和香港的夜景 很多的螢光燈是一個複形的 謝謝大家